AI它不可能取代人类 但是它会取代不会使用AI的人类 在数字化时代 企业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AI技术就是其中一个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推动力 由新洲日报主办 AndLab策判的2024年世华趋势论坛 其中一场论坛主题就聚焦在人工智能 四名行业专家都个别点出 人们在追逐科技潮流时 常有的误区和盲点 提醒企业AI可以善用但不能盲从 企业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 比如说大家面对的是这个人手短缺 这个劳动或者是种种的这个问题 那你就想怎么样去找一套的这个AI来解决 就是减少你在这个人力上的这个需求 AI它不可能取代人类 但是它会取代不会使用AI的人类 当然我觉得我们在看AI的时候 很多时候要推一步看 就是AI本身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是不能操作的 所以任何企业在使用AI工具的时候 开始应该要有一个远端 就是一个long term的一个data strategy 你的数据策略是什么 例如某一些技术 例如像customer data platform 来收集你的数据 organize你的数据 并且让你的数据去知道说 你知道这个客户怎么样使用你的产品 CelcomDG北马区企业部主管刘俊伟 以及大马谷歌云客户解决方案顾问刘伟聪 也鼓励企业们不要害怕AI浪潮的到来 反而应该迎难而上 因为AI无非就是为你开源节流 两方面 节流就是提升生产力 减少你的那些manual work 那些时间 在场各位都很熟悉Photoshop 然后很多时候联系跟我们相伴 我要学Photoshop去编程那个照片 很难对不对 所以Graphic Designer有一段时间是很好 效价很棒 可是你可以想象Photoshop 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他集成的女员模式过后的 你直接跟他说 请帮我把照片背景的两个人拿掉 就是一句简单的英文而已 他就把你的那个人移除了 东西当你在未知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产生一种恐惧的心 害怕的心 但是呢 我说这个年代呢 我们千万不好害怕 不好说 自己说很害怕去接触新的知识 我们要胡思胡客跟进 尤其是我们做企业的 我们要知道说 现在最新的趋势是什么 都可以用这些电子点олет的 我们要赞召开 我们再次赞召开 我们下周强的 准备 我们下周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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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强好 我们下周强的 我们下周强的 夫人两个人 就是学生地 我们下周强的 我们下周强的 我们下周强的